前段时间,一则60岁的泥瓶暴瘦20斤后 穿西装,颜值重回巅峰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 已经年过花甲的泥瓶 半年间依靠出众的自我管理能力 成功地甩掉了26斤的坠肉 瘦身成功后的泥瓶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新起点 时常活跃在多档综艺节目中大秀个人魅力 独家记忆百变人生 欢迎收看记忆,我是孙宇 1999年,央视春晚的照常准时开始 这是泥瓶站在春晚舞台上的第九年 当泥瓶带着招牌式的笑容出现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发现 在他风平浪静的外表下 内心早已是波涛汹涌 就在这一年春节前的一个月 泥瓶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 被确诊为先天性的白内障 医生说 如果不及时治疗 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 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 甚至于危及他的生命 泥瓶的儿子虎子出生时 泥瓶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 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 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泥瓶没有放弃 他太想做一名母亲了 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 命运却给了泥瓶无情的遗迹 他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 就去美国了 我这个人胆子一大 根本我就不知道 我到那时候美国最好的医院 是什么联邦医院 我就到那哗 就住进去了 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 13万美金 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 是7万美金 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 15年前谁有啊 没有 我跟我哥哥打电话说 卖房子 我哥说你回来住哪 先不说回来 然后那个时候 我抱着孩子 见了那个李昭星 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 我就哭了 他说你没有权利哭 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 毛泽东比你伟大吧 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 毛主席抽了一夜宴 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 你算了什么 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 我一滴眼泪都没掉 因为我知道 我问我自己 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 能把孩子病治好了 我哭死都愿意 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 我知道哭一点有没有 我倒下了 她就一定尽快地死去 在那之后 倪平鲜少出现在电视上 为了挣钱给儿子治病 倪平开始进军影视界 脱离自己热爱的主持行业 谁知道乌漏偏逢连夜雨 也就是在那一年 倪平和丈夫王文兰的婚姻 也随之彻底地破裂 2005年 两个人办好了离婚手续 倪平独自抚养儿子 他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中 因为他还要为儿子四处地奔波 多少次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都告诉自己 不能倒下 儿子还需要我 在异国他乡 为了儿子治病 困难如影随形 语言不通 为了省钱呢 他就自己努力地去学 没想到在短时间内 他的英语突飞猛进 儿子每次治疗要用药水来散酮 非常的不舒服 虎子还那么小 就要承受这么多的痛苦 这让倪平感到十分地心疼 为了去更好地照顾他 去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 倪平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酮 同时为了省钱呢 倪平舍不得住旅馆 就抱着儿子坐在车里面 过一整夜 在治疗期间 只要国内有工作 只要工作收入能够超过飞机票价 倪平呢 就会坐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往返奔波 为儿子治疗的过程 是奔波而辛苦的 而对于倪平来说 真正的艰辛 却是病房的那扇和气的门 她不仅隔绝了一个母亲的视线 而且仿佛隔绝了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倪平无能为力 她无法去替儿子 承担痛苦 只能呆呆地坐在病房外 默默地等待 任由内心的胶着 将自己吞噬 就跟上刑场似的 你比如说明天要去剪 一个小时特别困 就大声地唱 你说我这唱歌多难听 然后下车 我背着我儿子 我们在上七楼 我们那棵在七楼 上了七楼 有时候中午 我儿子在里边 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 我呢就怕 大夫这样 我的眼睛就这样 站着腿 医生的一个动作 抽走了倪平 所有的担忧与无助 而十几年来 倪平的内心 无数次地经受着 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因为我发现 姥姥 儿子患病的这十几年间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 倪平都咬牙扛了过来 但是当她得知 儿子的病情 有所好转后的那一刻 作为一位母亲 一个女人 积攒了十几年的泪水 终于在那一刻爆发了 这是幸福的泪水 于倪平来说 犹如重获新生 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 倪平总是忍不住落泪 很难想象 在这十几年间 倪平是如何独自一人 去承受这些苦难呢 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 倪平更喜欢活得随性一些 曾经在儿子患病期间 倪平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 泼墨于纸上 后来画画 变成了倪平生活中 最大的爱好之一 对 而且这个画真的不是说 这个像标签似的 说我要吃面包 我就给你画个面包 不是的 那种表达 就是比如说我那个 上次去北大讲课 将来结束的时候 小女孩站起来 她说你比阿姨问你个事 她说为什么我妈妈 和你年龄差不多 我妈妈显得比你老多了 我说孩子这还奇怪吗 你妈一个普通工人 培养了一个北大的高材生 你妈不老才怪呢 小孩眼泪插就下来了 我回家以后这心里 这事特别温暖我 但同时又想起来 还是挺伤感的 挺伤感的 然后我呢就拿起笔来 画了一个特别破的花盆 就花盆破的都快站不住了 但是花盆里栽了一个 葱绿葱绿的树叶子 这幅画很简单 但我画完了我内心就舒服了 我心目中有很多东西 这真的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我希望能画到90岁 画到100岁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崇尚美的人 别看我自己不美很突 我心目中的那种浪漫和向往 全都是特别有色彩的 除了会画画 倪萍还很会教育儿子 她认为培养儿子的独立自主性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励 我们现在所有的家长 基本上都耗着 旁边就耗着 孩子在那写着 他在那打着哈写 不敢看电视 然后又跟孩子发话 然后我鼓励他 然后我就第一次我就说 我说我听说 七岁的男孩就可以独立写作业 我怎么不太信呢 我觉得可能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吧 我说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我试试吧 我说好 然后他就在里边写 我就在外面乱转 其实心都在 我完了去检查 八点半 我说九点要睡觉 我去检查实际上 太多不规矩的地方了 我说哎呀 太好了 事实证明 那燕燕阿姨说的真对 燕燕阿姨 她确实很成功 就那作家燕燕 她就这样带孩子 慢慢让她靠自己 你错了我也不管 你上明天老师收拾你 书包你没收拾好 明天忘带什么 现在都是家长 哎呀 你带没带 越说她越不在乎 然后我说 我说听说 你还可以自己收拾书包 然后其实收拾乱 小男孩 往里边那卷子都掖着 半层都在底下 拖着 也不管 然后呢 第二天又夸 夸到了最后 事实证明 燕燕现在已经初一了 真的就是 不仅独立写 自己掌握时间 你愿意拖到十二点 你就十二点睡 你愿意七点写完 你就七点写完 所有的时间 属于你自己支配 通过倪萍的鼓励教育 儿子小小年纪 便养成了独立自主的好习惯 而在此之外 倪萍也十分注重 对孩子内心世界的培养 我不就说那次习校要去迪士尼玩吗 我没让去 四天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说咱不是没钱 给你送更好的地方 农村 他不愿意去 这算高压 我说你去 哪怕你到那一天不行 我立即就接你回来 就给三百块钱 三套衣服 交给真正的村里 农村 后来后说特别喜欢的那个地儿 太喜欢了 四十天不回来 一共去了两个假期 记了八十天了 这个年龄真的应该行万里路 我们回想一下 十二岁 三岁的时候 我所经历的事情 现在我能写出很多东西 很多很多 都是那个时候的烙印 这种烙印而且非常深刻 为什么深刻 那时候心里不杂 不乱 我们拥有的东西特别少 然后进入了就生长了 当然旁边得有好的东西支撑着你 等着你大了之后 你什么都不信了 接受起来很困难 所以为什么说 你懂什么呀 你把它弄成这么小 实际上越小 他懂的东西 接受起来越纯洁 哪怕不好的东西 你过来跟他讲就行 实际上我是特别主张 这么大的孩子 要去很多很多地方 去看和听说 完全不一样 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 倪平鼓励儿子 去农村体验生活 而实际上 那里是对倪平人生 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在农村 倪平度过了她 整整四年的童年时光 而陪伴她的 正是对她意义非凡的姥姥 对 因为我们家那时候 就姊妹两个 我哥哥和我 然后我父母都上班 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 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 就雇我哥哥 我就在幼儿园 我姥姥就看了之后 说这在幼儿园不行 我小孩长得像个 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 脑门去黑 然后老太太嘴 然后小螺圈腿 我姥姥用的话说 瓢霸脸 握着我这下巴壳 就能咬水喝 其实那时候 我小姨才五岁 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 带这个五岁的孩子 上面还有七岁八岁 十岁的好几个 在抚养着我 很困难 根本养不活 但是姥姥说 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 就是冲着姥姥笑啊 姥姥就说 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 我大姨就 我大姨那时候 到在青岛上学嘛 就给我抱回去了 就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两岁回去的 然后一直到我上学 才离开 就在水门口待了四年 倪萍的姥姥 一辈子不识文断字 但是她用自己勤劳的一生 总结出了一套 做人做事的道理 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 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 这么大的孩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 大人上山里收 孩子就捡麦碎嘛 可那时候人穷啊 麦碎地里都已经捡的 金光哪有啊 姥姥说你去捡这孩子 你捡了麦碎 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 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 溜到好几天 拿着空框子去 空框子回来 实在没地儿捡 路过麦场 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 村里人都特别照顾 说小外甥啊拿捡去啊 从这抱一把吧 我那时候这么大 蒙蒙冬冬地觉得 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舵呀 不大能拿 但是不拿呢 这老空着篮子回去 也吃不上馒头 反正就拿了 抱了这么一捆 我印象很深 放在篓子里回家了 姥姥说 哎妈小外甥 这不尽这个棉 你这从哪弄的美子 这法不开也正不虚 老是一块剩棉 你这从哪儿吸的美子 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 也不敢说是从哪弄的 又过了两天 我说姥姥 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 姥姥说 你看看 拿出来 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 姥姥说 孩子你搞祸 你这上哪弄 这个美子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 然后我就说 从长远上怎么路过 东旧怎么让我说拿的 老是哦 怪不到正不虚了 你是公家的洞子 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 公家的洞子你是透了 就是正不虚 还老肚子 闹肚子 我很多年之后 我想了想 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 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 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 告诉你 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太值了 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姥姥教会了她很多的道理 听着姥姥的话 让她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 倪萍说 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 很多废话 可是她说的那些话 就像萝卜白菜一样 不值什么钱 却是最顺口 最对胃口的好东西 下到锅里就养命 为此呢 倪萍还特意为姥姥写了这么一本书 叫 《姥姥语录》 书中 倪萍带领着读者 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 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 有泪有笑 有滋有味的日子 姥姥那些看似平常 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 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物 你会为什么会感动 其实不是因为姥姥 我们会有顾名 你比如说你智慧到 姥姥的时候 我说傻了吧 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 遗憾吧 她说那微裙怎么不是裙子 没听到不行 你觉得笑 你同学也特别感动 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 她热爱她的本职工作 她的本职工作 做了一辈子饭 从这一辈给做到那一辈 从大锅熬到小锅 最后用电饭锅 最后用最现代化的 她真的非常知足 老老说的话就是 大白脸 对 就是那种大白脸到了 就是我 我就是说姥姥 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 姥姥说 天黑了赶紧睡 天凉了赶紧起 天黑了赶紧睡 天亮赶紧起 这不是大白话吗 但是她说的是灾难 她是在什么时候说天 她不是说真的天黑了 她说什么时候 我儿子生病那时候她说 天黑了赶紧睡孩子 睡了积攒了力量 天亮了抱着孩子 赶紧去治 她这种东西 你说她是什么 你和保姆之间是两叶 姥姥说 白脸的印子不当叶 存折不给人家 密码不告诉人家 你给个销两 也不划签 你给个销两 印子跟着差 感觉真高兴 不给个销两 印子就老琢磨 不是干的不好不对 是不是干的不好不对 你给销两 也不划签 我说人家 你满脑多少钱 销两怎么不划签 小笑 你搭小 小小 你高兴了 你搭小 不高兴 你小小 高兴就大笑 不高兴就小笑 大给印子脸 别给人脸子 印子本来挣钱就少 再给个脸子 真不上三 就是人家 就是人家本来挣钱就少 再吃气 多不上算 在你家里 你给个销两 姥姥姥是个有大智慧的女人 虽没有文化 但却是倪平成长路上的一座灯塔 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姥姥在倪平最艰难的时刻 给予了她很大支持 而倪平也在姥姥的身上 学会了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的苦难 在倪平小的时候 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 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 倪平总是会接着说 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 你就和我一块儿过 后来姥姥88岁那年 倪平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 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 这是倪平儿时的愿望 倪平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校女 但是曾经有一次 在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时 倪平却选择了拒绝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 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 然后都当成表扬 说是去孝敬楷模 我说这叫孝敬啊 这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 我还表扬他 说田哥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他不偷东西 从来不偷东西 要表扬吗 对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 是不对的 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 还要表扬吗 一个道理 倪平认为孝顺不是美德 也不必歌颂 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倪平的姥姥在97岁那年 身体日渐衰竭 经常试睡 脑子总是犯糊涂 这让倪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想起姥姥包瓜子的那些日子 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 因为姥姥97那年 我就觉得她老昏睡 有的时候我不在家 她一睡睡一天 人其实挺幼稚的 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 再回家觉不醒了 要得让她干活 最初是擦家具 家具呢 我就觉得姥姥有地方够不着 怕她摔倒 得让她做点事 让她动 然后想到包瓜子 然后说我们单位 收购瓜子 15块钱一瓶 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 有点糊涂了 因为中央台她也不想想 什么单位收挂嘴 然后我怕她用嘴嗑呢 用嘴嗑就是容易掐着她 你挂着皮子 我说只能用手包 用嘴嗑我们单位不要 姥姥是个医生做事 特别认真的人 只要说工价不收 她又拿了这个工费 她绝对不会拿嘴嗑 就真用手包 真的用手包 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 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两年 我就让她停了 这都硬了 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七天 后来我说七天太累了 成土飞扬一天包 你五六斤瓜子 后来我说我们单位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不收购 这三天 这三天叠报纸 但是工钱照发 姥姥也不想想 那啥地儿这么好 也挺真贪财 高兴的可歇三天了 可是这三天又躺着睡 她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 各方面又不行了 开始大家都特高兴 都抢着瓜子吃 东北打瓜子 都慢慢包多了 都不想吃了 有的时候晚上 为什么我看这瓜子 那时候晚上还是很 就姥姥拿到 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 不能让姥姥发现 然后 那得藏好多吧 就我就心疼姥姥 就一个一个瓜子包 我还真就咽不下去 就那种感情 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 还让她干那么多活 也挺不舍的她 可是又觉得 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因为很矛盾你知道吧 特别理解 就不知道 有的时候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 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她一直觉得 家是她撑着 她觉得她帮我拉扯这个家 后来她挣钱她一个月 你别报纸 那个包瓜子 好几份工作 一个月挣900多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 我给了她好多钱 她都觉得那不是钱 她的钱才是钱 所以她经常 拿出个二三十块来 给阿姨说 你去买点肉 其实她谁买肉 她是过去那观念 有钱了就去买肉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她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需要 你900多现在能干吗 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 而且她 我每次 我们阿姨都知道 说今天中午 没有姥姥这钱 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 阿姑爪 阿姑爪 孝顺的倪萍 为了让姥姥开心 想尽办法去充实 姥姥的晚年生活 她的智慧中 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 然而在姥姥迷流之际 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出生姥姥抱 从医院把我给逼溜出来 然后呢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姥姥满身插着管子 要死了 医院问我说 上不上呼吸机 我说 上 因为那个上呼吸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打开口腔之后 就不能再合上了 你试试 两分钟 我试过 一直这样张着嘴 五脏六飞到这 就是跟生命抵抗 抵抗到 你身上还剩下 最后一口气 一丝力量 抵抗不过了 生命就停止了 对我来说 和姥姥过了五十年 我算了一下账 我问大夫 就是上呼吸机 活到二十点 是 在活 他说 二十天 二十五天 看他的那个 他肺部感染了 感冒了 五十年 减去二十五天 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 我说不上了 不上了 就是叫姥姥死了 你说姥姥完全不知道 我在他身边 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其实也没有权利 这样决定 可是冥冥之中 因为我们姥姥生前 我们谈过很多次死 就是 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说不上了 但说完之后 其实 我就非常难受 倪萍在姥姥走的那天 一滴眼泪也没掉 只是不停地 在纸上写着姥姥的名字 刘洪清 她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 贴在了结了冰 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上 刘洪清三个字 慢慢地化开 模糊 直到消失 倪萍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 倪萍在日子一书当中 这样写道 我怕我不能像母亲那样 清空自己 我怕我体力不支 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 做一名合格的母亲 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都有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 就是母亲 姥姥的教导 让倪萍学会了坚强 她又以自己的行动 影响着自己的儿子 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 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 不准